巨峰已经过去三天了 还有130万户处于停电状态 这些损失保险公司会赔吗 经历了两天 蹭电蹭网 蹭水冲空调的生活 我们家算是很幸运 今天终于是恢复正常了 再也不用去买休斯顿去找网 这几天真的是太难熬了 你去超市买水要排队 而且还限购 最多他一个车给你放两箱 加油站也是很多加油站都是没有油了 个别有油的 你想加个油也是排很长的队 目前为止吧 我家这附近还有很多的小区 依然处于停电状态 我看到网上同事在休斯顿的网友 分享说是还有130万户停电 昨天一天只修了10万户 公共很幸运 刚好就是这10万户之一 这次飓风导致历史上停电户是最高的一次 导致全德州270万户停电 休斯顿地区它是有个飓风中心 这飓风中心就占据了250万户 超过了上次最严重的是2008年的那次 那次是210万户的历史记录 所以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真的是不得不吐槽一下 这是电力恢复速度了 飓风已经过去三天了 还有130万户处于停电状态 图片这个橙色部分就是处于停电状态的区域 可以看出还是很多都没有电的 一开始呢越靠市中心恢复的越快 也就是往市中心以外深沿来修 可到目前为止就我住的这小区附近 同一个小区有些人来电 有些人就没来电 所以我就一定搞不懂了 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新闻 哇我觉得真的好棒啊 说是在飓风来临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外州1000名电工了 但是我看到后面才发现有个but 但是但是这1000人中的大部分还并位到秀斯顿 看到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为什么不让这1000人提前赶到秀斯顿呢 难道不知道飓风会影响航班吗 有网友好奇就问 这些损失保险公司会赔吗 答案是保险该买你还是要买的 但是想让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也不是那么容易 例如德州的像普通的房子40万美元 每年的房屋保险大概是3000美元左右 这还不包括洪水保险 如果你住在那个地势比较低的区域 还需要另外再购买那个洪水保险 大家买房屋保险的目的就是怕万一房子刮跑了 或者被树砸破了 屋顶被掀了 这样损失巨大 需要很多的钱来维修 这样就可以找保险公司去维修或者赔偿之类的 但是你来年的保费会大幅上涨 甚至会影响到你同小区的邻居的房屋保险费也会增加 所以如果是一些小问题 例如视频里看到的这些树倒了呀 墙倒了 院子围栏倒了 这些大家都是自己去买材料自己修 或者花钱其人来 打个比方你自己修那个围栏 花费了200美元 就是去home depot去买那些木材呀工具呀 花了200美元 就算这属于保险报销范围 如果你找保险公司 给你免费修了 明年你的保费涨的可不止这200美元 所以你说找保险公司划不划算 美国这个房屋保险可以理解为买了也没什么用 不买吧 又怕万一房子被挂跑了 而且我看到这位网友留言 他说12年飓风袭击纽约 我家房子一年多住不了人 各种扯皮 保险也以各种理由拒绝赔偿 听起来好像就算找保险公司赔偿也不会很顺 最后希望这130万户家庭可以尽快来电吗 不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德州是全美国最出名最热的州 再加上下雨 湿气重 包括现在都还在下雨 没有空调 家里真的跟蒸笼是没有区别的 是 Psalm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